马兴两国将在这个月29号落实疫苗接种旅游通道 并重新开放陆路关卡 柔佛中务大臣纳都哈斯尼今天宣布这项消息时表示 马兴陆路关卡一开放 往来新柔两地工作的民众将可以享有这一项便利 哈斯尼今天下午在戈达丁宜 为一家酒店主持开幕时上来这项好消息 他表示希望关卡开放能如期在11月29号落实 而根据这项疫苗接种旅游通道计划 完全接种疫苗的马兴两国游客是能够在往来两国入境前 只需要接受新冠肺炎检测无需隔离